所以刚刚看的画面也真的太可怕了吧 那我们从空拍上看 刚刚讲的从台九线台八线 你可以看到整个山头都已经崩落了 没错这次在花东造成这么大的灾难 这个地震来说到底威力有多大 你看宝洁你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是一个乘客 他要从松山搭到台东的这个飞机的时候 经过这个约莫是花莲这一带 他往下拍的时候这时候刚好是地震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山头都扬起了灰尘 为什么很惊人 那个不是云 不是云 那是烟尘 对 原本的画面是原本都是绿绿的一片 当时几乎每一个山头都出现了灰尘 你就知道说当时的地震威力到底有多大 所以每个山头都被震裂了 对 他就吓到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很多山的你看 很多山都直接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的这个情形 你就知道说当时在整个花莲的海岸 造成多大的损伤 在包括说像在苏华公路 在整个中横这个地方 甚至在太鲁阁这个地方 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保险人家更夸张是什么 今天日本专家学者说什么 整个东部的国土被往西推了45公分 45公分 你就知道说这个威力到底有多大 那也不难想象 你说整个东部的地壳 挪移了45公分 也影响到宇纳国土 你就知道说这个动能到底有多强 那也因为动能这么强的时候 我们就讲一秒钟真的决定你的生死 保险我们必须说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从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来看 真的你差那一秒 保险真的就是那一秒 而且我今天看这画面 我再想象 如果我在现场 我是当事人 我能怎么办 保险 你看这个行车的画面 这行车进入期来说 就那一秒钟 你那一秒钟真的你看 没多久开始石头给你砸下来 保险你要是不赶快躲到山洞 或是躲到民隧道里面去的话 我跟你讲 你绝对会死无上身之地 他的打磨磨磨磨磨都裂了 对 为什么 他就幸好当时的时候 他已经听到国家警报 哼哼哼哼响起的时候 赶快往前开 往前开之后进入一个民隧道 你看他已经进入隧道了 结果没想到还是有石头一直不断地打 他即使已经躲在隧道里面 还是有这么多石头往下打 打到最后你看 后来就变成黑漆车的一片 他们就只能够等待那个地方 最后的这个救援的这个机会 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个 对 很多个人也一样 在这个你听到了所谓的紧急通报 你在做一个反应的时候 对 很多人都来不及了 另外一个是 大家都要问说 这个骑士还好吗 保险 你看这是一个行车记录器 他刚好拍到一个骑士 经过他这个地方 保险经过这个地方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说 他还好吗 你看这一台车 这台车进入一个民隧道 他在没多久 响起国家警报 进入民隧道之后 保险你知道吗 他是说幸好他没有拖踏一步路 你知道马上进去的时候 当时国家警报响起来之后 你看他第一个时间 踩刹车 踩刹车之后你知道 一秒钟之后 开始大肆地落下来 他就说什么 幸好我们再往前的话 我们就GG了 保险真的会GG 你看没多久 再几秒钟之后 你看越来越多的落死 开始BILLYBILLER impacts往下掉 这很可怕是 他前面有落实 后面也有落实 他已经被困在落实堆中间的 民隧道上面 其实也有落实一直不断地掉 所以民隧道 好甩住 保险 可以说是用落实堆的弄下来 那整個煙霧瀰漫到什麼程度 保安 現在還看得到一點 天光對不對 到最後的時間點 保安 已經完全看不到 它玻璃 擋風玻璃 已經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了 你說那個土石淹下來 已經把民隧道口給完全封掉了 一片漆黑 已經完全一片漆黑 裡面已經完全看不到東西了 他們就說糟糕 我們只能夠等待救援了 好 那你看 這是它的後面的視角 後面的視角也是一樣 它進入到這個民隧道 你看後面已經開始 啵啵啵啵 開始掉了 所以它真的是幸好在這個民隧道 它往後 往前 它真的可能都是死路一條 那大家就很擔心 我們常講那個 一無路腿無路就這個樣子 對 就是這樣 那它最後也是被順利救援出來 好 但是大家 那歧視呢 對 那個歧視那怎麼辦 那個歧視 老爺 幸好它也是騎到後來 也是有遇到一個民隧道 它也能夠順利躲在那個地方 它順利也被救援成功 你看 連後面都一樣 後面你看到現在為止 你也完全看不到外面的 這個完全的 完全煙霧瀰漫 也是一片漆黑 你看 你可以試想 他們算是幸運喔 躲在那裡面的時候 一片漆黑 外面全部都是煙霧瀰漫的 或是說 這個荒 這所謂煙霧相當多的這個狀況 他們幸好還是撐到了 救難的人 把它救出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到 如果從飛機上的空拍 你一直覺得 好像好可怕 所有的山頭都崩落了 所有的這個地區 都是充滿焉塵 可是如果你在現場 那才可怕 剛剛幾個畫面都是 他只要做錯了一個決定 對 就是生死之間 你看這個 這個所謂的駕駛真的是相當的 這個幸運 它躲過了一節 可是保潔 這個時候來說的話 真的還是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包括說你看 當時的時候在這個 山岳村這個地方來說 有些人要回去的時候 就你看他們這個 台八線的三線崩落 他這個人 他是幸好躲在這個民隧道裡面 但是前面的人就很不幸了 因為他剛好這個落石砸下來的時候 這台車剛好就被砸中 砸中的時候 這個駕駛就不幸的身亡 不幸的身亡 你說這就是那台駕駛 對 你看他砸下來的時候 你看整個上面 你看整個上面的 這個所謂他們的頂板這些 完全都被砸破了 你就知道那個壓力威力 到底有多大 那有一個這個 剛好在他旁邊 還有一個騎士 騎士他就說 幸好他在騎車的時候被砸中 砸中之後 幸好現在已經這個無大礙 然後被這個頌院治療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 靈性員工是這樣 他騎到旁邊去之後 結果沒想到 開始有落石砸下來 砸下來之後 保健當他就說什麼 你趕快來工程車啊 因為他趕快把這個 把這個騎車放在旁邊 趕快跑到工程車上面 然後他就說幾秒鐘的時間 對 他說幾秒鐘的時間 這個天已經變成是 完全暗下來的這個狀況 然後暗下來之後 因為還有落石一直不斷的砸 最後他們是怎麼辦 保健當他們怎麼辦 他們是走水路 因為旁邊剛好是利物溪 他們就趕快跳下利物溪 跳下利物溪 對 碩溪往上跑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路後來 保健當後來路完全都被屠實 完全掩蓋了 他們說幸好他們做了正確的決定 往利物溪走 否則他們可能真的 他們走利物溪 對 否則他們可能也會 完蛋的一個狀況 就是走利物溪先開車下去 你要講的地震的時間 是早上7點50分 那個時候天已經亮了 天已經亮了 就整個煙城 真的黑天暗地 他們就說大概50分鐘 50秒鐘左右的時間 完全這個 原本有天光 後來都完全沒有天光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這個所謂 這個都是在中橫的 這個包括說台八線上面的路 保健當 三月村也是 三月村 三月村在太魯閣這個地方 保健當他們現在進去裡面 三月村很漂亮 對 你看機器裡面說 哇 到處都是大石頭 你看 大石頭都完全衝進到 這個三月村裡面的狀況 然後他們原本有什麼 木頭的房子啊 砧板啊 完全都被砸碎 你看全部都 你看 這麼大的石頭 把這個砧板完全砸碎的這個狀況 甚至保健 他們當地有蓄水池 蓄水池 這是鋼筋結構 鋼筋結構 水泥結構 完全把它砸破 你知道嗎 當時的威力 鋼筋水泥都擋不了 對 那個石頭一下來的時候 這威力實在是太過誇張 那你看 欸 這個衝進來 他說這兩 有兩顆巨石衝到這個裡面來 那衝下來的話 你看這個 欸 那麼大的這個動能 往下墜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他掃過的地方 大概你可能 真的會是寸草不生的一個情形 難怪順月村講說 他要暫停營業了 保健 現在我認為說 整個泰魯閣恐怕要經過 非常長時間的這個 這個休息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還是有非常不幸的 這個事情發生 就是我們講到嘛 不是有一個這個 這個金玉酒店他們的員工 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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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真的驚死一瞬間 我們那天不是說嗎 這個司機說他開進去的時候 通過後面被巨石砸到 寶貞 很不幸的 這個巨石就砸到一個高中生 這個高中生在那邊 算是工作人員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被砸到之後 你看 就這個落石 就砸到這個地方 你看 不只是生死一瞬間 你可能位置做了不對的時候 或是做錯位之後 你可能也被遭殃的一個狀況 他砸中之後 後來他失去意識 然後趕快這個 後來還是把他救出來 但是救出來目前為止 還在葉克爾某的搶救之中 你就知道其實這 這都是幾秒鐘的時間 就決定你的狀況 所以我們再來看這個 寶貞 你看 這是日本的研究 他說經過這一次的地震之後 整個台灣被往西邊推 推了大概45公分左右的一個狀況 45公分隆起 日本的國土地理院 特別研究這次地震 對 沒錯 他隆起了 結果沒想到他說 旁邊的宇納國島這幾個島 也都被位移 所以他事實上 這個能夠讓整個地殼 都完全的變動 你知道說這個威力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巨大 宇軒 這一個7.2的地震 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非常大的一個災難 可是他也展現了台灣的一個任性 你昨天提到 問的朋友想 真的可能 四五公里 在那個灣沿的山區 而且是晚上 居然這樣倒車 四五分鐘的路程 你居然開了兩個多小時 那個是隨時都可能 掉到太平洋 可是我們的這些救難人員 我們這些工程師 居然完成了使命 不只如此 現在還在進行救援當中 而這個救援當中 剛剛講 多危險 我要攀爬這個石堆 我要從吊塵 而且每個人都在跟死神搶時間 對 保安哥 現在我們所有的救難人員 為了能夠多搶救一條性命 甚至及早找到任何一個人 通通都在跟死神拔合 而且不顧自身安危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各位 我們才能剛才跟你介紹過 整個倒車四五公里 包括經過清水狀態 你知道那個多危險嗎 這是極其危險的動作 清水斷癌 清水狀態我正這樣開 我都覺得怕了 對 還是倒著開 而且沒有電 沒有光 來 各位 這個沙卡丹步道 如今也一樣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還有六個人還沒有找到 包括所謂的一家人三口 還有兩個所謂的 新加坡籍的這種夫妻 所以大家還在努力去搜尋 他們的身影 各位 他們怎麼挺進這個沙卡丹步道 因為你要知道 沙卡丹步道 在這個0.4公里的地方 有大封閉 所以導致整個救援非常困難 但所幸目前呢 他們已經找到了 新加坡夫妻 有可能的蹤影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呢 就在6點30分的時候 他們發現 當天4月3號 一早的時候 有拍到他們搭乘了 這個310號次的 太魯閣觀光發市 所以我們確定了 他們出發的時間 而到了7點20分的時候 他們的確 就在沙卡丹步道下車 就是各位 你現在看到整個遊覽車上的監視器畫面 有捕捉到 他身影 的確在沙卡丹下車 對 所以他們有在推顧說 那他們後來到了哪裡 結果非常厲害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德國遊客 他在拍攝整個美景的過程當中 很仔細的注意到說 不對 這個照片的邊邊角角 各位就是你看到 圈道那個邊緣裡面 不對喔 這個就是那個我們講的 夫妻黨 新加坡夫妻啊 這就是他們的身影 結果一查 時間是什麼時候 7點35分 各位這剛好是在整個地震發生 倒數23分鐘的時候 拍到他們身影 而這個所在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各位你看到了 大景觀平台 而這個大景觀平台所位在的位置 剛好是所謂的沙卡丹步道 走進去大概一公里左右的位置 所以他們在推估 如果按照他們的角程 按照他們的路程 應該可以定位 很有可能會超過這個五間屋 而在五間屋跟大水管 中間這個地帶 搞不好整個夫妻兩 還有可能人在這邊 而且我們必須要在黃金時間 趕快找到他們 搞不好還在這個地方 對還有機會救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整個救難 已經鎖定了這個區域 好對你要講的 這個在沙卡丹進行救援的時候 充滿危險 對沒有錯 各位我們雖然剛才講的 這個雲彈風氣 你覺得幾公里 一公里0.5 沒有各位 舉步維艱 連100公尺都會很嚴重的困難 為什麼會這樣講 各位來你想想看 今天他們重型機具 包括推進到0.4公里 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知道會遇到什麼狀況嗎 什麼的 這邊有大封壁 就是說這邊整個山體是滑落 來各位就你先看到現象 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有一個白白的傾斜而下 你想說雨萱那是什麼 不好意思整個山壁都崩了 所以在這個沿途的狀況之下 那個地方路都沒了 對不只是沒路包卷哥 是整個山體滑落 把所有的 就這個地方 對包括河谷 包括我們講道路 全部能掩埋的都掩埋 所以舊男人類的挺進到這個 0.4公里的時候 就發生一個問題 說好 那繼續怎麼前進 對走不下去了嘛 所以我們兵分三路 各位你知道他們做什麼嗎 第一個留第一組人 用重機去 我們持續在0.4 0.5公里的地方 往前推進 開路 因為各位整個 它是屬於河谷地形 包括我們講的 已經被掩埋的整個步道 它有個狀況 落死很多 鋸死很多 它只能一一的把它敲碎 可是還有餘震耶 對沒有錯各位 地質還破碎耶 你知道他們一邊敲的時候 眼前是石頭對不對 結果上方餘震下來 又下雨 又有石頭 落石不斷 還在釣 還在釣 而且包括什麼 現在不只是落石 還有露瓜麥 就是這種泥土 泥沙混合雨水 還有一波一波的下雨 所以就是他們非常險峻 再來第二組人更辛苦 為什麼 他們是走原本 沙卡丹步道的路 用人力的方式 持續往前挺進 但各位 沙卡丹步道在這一段 已經不復存在了耶 所以他們為了挺進到這個0.85公里地方 你知道他們多辛苦嗎 要掉繩索 他們等於說 用這種繩索的方式 我今天這邊 找一個固定物 固定起來之後 各位 那個是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的 他們在攀岩過去 對 你看到那個景象 你會觸目驚心 為什麼 因為那個鞋體的滑落 大概就是各位現在的畫面 拜託一下 這個角度至少有60度耶 非常的傾斜耶 然後你看 他們只能仰賴著這個 僅僅擔保的一條繩索 如果我在這邊支撐著人 你在那邊支撐著我 然後徒步前進 而且注意還有什麼 因為他們是六人一組 然後當中還要帶一條狗 所以變成是狗狗也有要注意 他的生命安全 所以等於是他們看 用這種徒服前進的方式 然後非常危險 這樣貼著山壁 只能手握著那一條繩索 而且時不時還有什麼 我把你們知道嗎 落石 落石還會一直噼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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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 然後一下又有雨震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們 要這樣冒著生命危險 他們簡直是用攀岩的方式 這整個行走的 對 因為各位你看到那整個他們想說 奇怪 他們幹嘛好好路不走 要去走那種斜坡的地方 不是 沒路了 那個就是原本的路 那個就是原本的沙卡皇步道 整個都已經被整個山體滑落 你還在落斜 對 沒有錯 而且這是誰拍攝的畫面 都是救難人員第一時間拍攝的畫面 你就知道 那他們就是因為已經確定說 大概就是這個0.85K 我們只要用人力的方式 再往前推進 因為現在有人講 有人從北部往南推2.2公里說 我們在那邊有聞到奇怪的味道 這也是一個訊號 因為跟我們講 剛才監視器對的時間不謀而合 很有可能的人就在這個附近 所以他們緊急的為了要搶救人 而且我覺得最難的是 你要講的 這個挖土機在這麼艱難的黃金裡面 這個怪手還是可以往前挺進 對 沒有錯 他們是說只要50公尺 100公尺 對我們來講都是重大的突破 為什麼 因為各位第一個 他今天怪手開到這邊已經實屬不易 再第二個落實平底 人總要保全自己的安全 再第三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敲幾石頭 我還要先敲完 然後推土機再去推 而且沿路中還要去搜尋說 是不是有可能找到的東西 因為今天你不確定 他繽紛三路一條走河谷 一條走原本沙卡丹 一條是負責開路 三邊都要負責說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緊急的 只要有任何一支可能 找到人就可以趕快把他救回來 而且台灣真的我覺得他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人道的社會 今天在等於說 拆除天王線的時候 突然挺下來 為什麼突然停下來 我要救一隻貓 對寶貞哥我們剛才講了 是請盡全國之力 為了要找搜尋那六個人 而如今大家講 天王新大樓 原本今天在進行拆除工作 但是中途突然停下來 因為發生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發生在早上 早上的時候他們發現 不對 九樓怎麼有動物在跑 寶貞哥你知道是什麼嗎 貓 不是 是雞 有三隻雞活蹦亂跳 他們說 這生命歷史實在太頑強了吧 經過這麼多天 雞還活著 而且還活蹦亂跳 那我們救人雞了嗎 沒有 雞自己 他自己找出路 自己往下跑了 自己跑到這個安全的地方 而他們想說 這太神奇 就繼續開始在拆除的時候 發現拆到七樓不對勁 因為窗戶旁有一個橘色 不同一般的生意 就他們仔細看 仔細看 放大看 竟然是一隻小橘耶 小橘他很聰明 他知道房屋裡面有危險 所以他特別躲在窗戶旁 但是 是沒頭 退沒路 所以這些救難人員 竟然為了這隻貓 趕緊把整個拆除位停工 而且透過所謂的雲梯車 升到七樓左右的位置 然後消防人員非常貼心 想要把這隻貓救出來 寶貞哥你知道他 甚至還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為了救那隻貓 因為貓 他這麼多天來 他有沒有受到警嚇 嚇死了 那個貓根本就已經看到人 就拚命抓 所以他為了救他 整個手弄到全部都是血 手被抓傷 對手都被抓傷 但是他就沒關係 因為我就是要趕緊把這個小菊救出來 因為這種空間距離 他也沒有辦法用網子 所以各位你看 在他爆的過程中 貓還不斷抓他 但最後順利把這隻小菊救出來 你就知道我們的救難人員 任何一條性命 任何意思可能 都不想放棄 好 蕙誠 剛講的這次對台灣來講 當然是一個不可承受的災難 可是我們也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的韌性 直接我們講 在救災的時候 日本一定都是數一數二的 可是其實日本都非常佩服我們 他說 說日本人要花一個禮拜的準備時間 台灣兩個小時就辦到了 是 其實這一次給全世界的一個經驗 就會講說台灣真的是創造了一個奇蹟 台灣 什麼叫奇蹟台灣呢 竟然在大地震規模7.2的情況之下 短短兩個小時之內 所有事情 包括救災竟然都到位 你知道那個日本人 他說他最吃雞的一件事情 除了熱便當之外 他說你們竟然連小朋友玩具充電的這些東西 你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說 你說我們昨天只有看到了帳篷 對 就這裡面還有小朋友的遊樂設施 還有充電設備 對 他就說你們不是只有像日本來講 他說你要照顧到居民的 你說連小朋友的地方都有 還有人可以照顧他們 對 就是說日本可能只是讓這個災民 衣食無缺這樣子 而且就要花一個兩個禮拜的時間 台灣現在兩個小時之內 可以照顧到不管是衣食住行 連小孩子的一個娛樂 甚至按摩 他們還有安排按摩人可以進去裡面 因為很多在經歷這個大地震之後 其實是很經口的 他會等於是透過這種方式來安定民心 所以他就說 其實日本他們非常吃雞的一件事情是 台灣已經是把這整個所謂的救災 深入到你看不到的心靈層次 所以日本其實不可思議是 第一個你有帳篷 你有飲料 你還有熱飾 你還有披薩 對 然後還有小朋友玩玩具 都有店可以玩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檢討說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做得到 為什麼台灣沒有因為大地震而驚慌失措 他就採訪了花蓮的一個社會課的一個職員 你知道那個職員其實講的也蠻有 就是蠻有 我覺得蠻有道理 他說其實我們還是就是按部就班 我們平常就有一些群組 那我們就大地震一發生之後 我們就在那個群組裡面 賴群組裡面 設置了一個防災的一個群組 但是特殊的是這個防災的群組 是政府人員民間團體都會進來 然後他就說 我們就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就會開始PO照片 然後我們就說 比如說天王 天王星這個部分已經開始倒塌 那有人民間單位就有人說 我可以前進我可以支援 所以就會變成是大家 以及大家的力量 在這個群組裡面就可以指派 誰可以在哪裡 誰可以在哪裡 然後誰比較熟悉哪個部分 對 你可以貢獻什麼 你自然就會支援前線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日本媒體採訪完之後 他發現為什麼日本做不到 因為所有的日本的救災 都仰賴政府 他們都是仰賴 所以我都在等候指示 可是台灣是一方有難八方來源 就像你先昨天講的 我今天有工具機的 我今天有卡車的 我有三貓的 我有吊背的 我隨時準備好 要需要的地方 我就已經就定位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 我跟你講 有時候是這樣子 連我沒有那些東西 我只會煮飯 我都會跟你說 我要去 我要去 就是那一種想要 就是貢獻自己幾粒 看到這些災民 想要幫忙的那一種都有 所以那個天王 你就像我在想 921救災的時候 當時我在當記者 我們也跑到人前進去 第一天的時候 你當然講最早都是吃到 所有的站內現場都一樣 第一餐都吃到慈激的便當 和慈激的素便當 然後我過了兩天 大概快不到一個禮拜 攤飯就來了 然後就有熱湯喝了 我後來還有三重肉可以吃了 對 就是變成大家 而且大家就 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的 比較特殊的一種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外菜倒沙缸 我就願意來倒沙缸 所以這件事情 就會讓人家特別覺得珍貴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今天連 除了慈激之外 今天連台積電都已經出現了 我們都知道在上一次就是 那個高雄氣爆的時候 其實在第四天 就是張淑芬就帶著 莊紫壽也就是台積電的副總 到了那個高雄那個氣爆現場 然後他們就是會告訴他們說 你們這些房屋倒塌什麼的 因為其實災民很惶恐 就說 他說沒安心我們幫你弄 結果就在短短的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把三多路那一大堆 本來是那種弄的 就是已經因為氣爆的關係 然後辦屋子回損那些東西 既然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全部都弄得好好的 結果那些災民非常感動 而且那個災民 就直接就是講說 我們這個三多路 應該要改成是台積電路 因為你們幫我們忙太多 而且台積電出錢出力 然後甚至有個災民直接說 你氣得比我本來比較好 然後他說他至少幫他省了50萬 然後這個就是讓人家解決說 你看台積電那個 他們也會說 那個政府最困難的 包括國軍在那些繼續救災 這一些我們可以幫得上來的 我們來幫忙 所以你看到那些布條 台積電我愛你 而且你知道嗎 即使是在一年之後 就是督導前線的台積電副總 莊子壽 他經過那邊 他還特別去到那邊看 那你知道這個莊子壽 事實上也是一個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是一個非常的一個低調的人 也就是他的台積電 他是負責蓋廠的 對 就蓋廠的時候 他把他蓋廠所有的能力 全部都可以應用在救災上面 你知道他是1989年 就進入到台積電 他是專門負責蓋廠的一個新建 然後多年以來 其實他光在手上蓋出一台金圓廠 至少有30座 然後就是非常專業的一個人 那後來為什麼他會就是從路 這個就在這個台積電的慈善 有一個有一個典故 就是說他母親好像 就是在一個意外情況之下 很快的就離開了人世 他有個遺憾 他沒有辦法在生前好好的孝順他的母親 然後所以他就發怨 就是只要他有能力在他有生之年 他願意在任何需要幫助他 他需要幫助人 他都願意出現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包括就是這個高雄氣爆 包括上一次2018年的2月6號的花蓮 這一次的那個 花蓮那一次 其實台積電也是出錢出力來 蓋了重新重建的那個屋子 再加上這一次一樣是莊子獸 所以你要知道 有了像這樣子的瓷器 有了台積電 對於人民來講 人家有拋磚引玉 他們走在他們能量大 所以你說臺灣這個民間的力量 我又迅速又專業 而且我很快的 就可以到地位 還有另外就是 剛剛講的 我們國軍也動起來了 國軍現在就動起來才知道 我們可以在這一塊的時間 剛剛講你該 你有熱水澡可以用 你有很多的設備都可以運用 是國軍這個部分 人家其實我們現在不講 我們都不知道原來我們國軍在這個部分 也是很先進的設備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可以在裡面 沖熱水澡的 我跟你講這沖熱水澡 他說他現在弄的這種全新的設備 比原本要架設這些東西 省了大概六分之一 只要六分 比如說本來要六小時 他現在只要一小時 如果你本來要三十分鐘 現在只要五分鐘就可以動好 五分鐘就可以動好 我跟你講這還不厲害 厲害是什麼 他熱水五秒鐘就有了 熱水五秒鐘就有 比我家熱水還快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就是說國軍他們不斷地去 投入這樣子救災的設備 為什麼 其實他們講到一件事情 他說除了天災之禍 以後有可能有一些戰爭的方面 其實國軍這也是一次一次在練兵 所以這一次除了他們就說 國軍救災有三保 有照明車 有這個沐浴車 還有這一次的數位部也投入 數位部就投入一個 叫通訊的這個相關設備 讓你在災區 我們都知道通訊非常重要 尤其是那個無人機 其實也是一個相關銀行 你能不能飛得上去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說台灣 所有的一個量能 然後產民合作 或者是官民合作 其實對全世界 立下了一個救災的典範 當然很多人投入救災 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經驗 可是那也可能是 很多人一輩子的驕傲 最近很多人 導播我們看 很多人PO出這個銀幣 而我現在知道說 原來在921的時候 有很多服役的人 你要不要加入的 這個所謂的救援 加入救援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拿到這樣的銀幣 這個銀幣 現在變成終身的驕傲 而且你就可以看到 當時在救災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在部隊裡面 一定有一些人會挑皮搗蛋 妙的是說 當發生災難的時候 所有台灣人都把皮繃緊了 就算你平常在部隊裡面 挑皮搗蛋 大家都全員一心 對 其實在講 過去來講的話 921那個時候 南投就是最嚴重的一個地方 這個網友 他就在南投的中寮當兵 最慘的 對 重中之重 然後他那時候佔多少 佔洞到洞兩 然後1點45分左右的時候 跟他一起同地才講說 奇怪 那個天空好像快裂開了一樣 講完沒多久 突然 就出現那種鳴叫的一個聲音 地鳴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開始天搖地動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在睡眠當中 他說很多的新兵 直接就跳了下來 因為整個床就這樣 滾動來滾動去 然後就開始 他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執行官那個時候就大喊 戰備 戰備 大家那時候以為是什麼 阿強打了 然後轉頭一看 南投酒廠爆炸 他說整個炸起來之後 這個天空的火焰 你說當時南投酒廠在第一時間 對 就大爆炸 因為我聽過很多南投 當時跟我講說 當時什麼感覺 你的感覺就像地被撕裂一般 對 那個時候就整個炸下去 他們說呢 這是南投酒廠 就是說這個炸下去的時候 這火焰的高度多高 十層樓高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因為持續在咬的時候 才發現說 不是老共打來了 而是地震 然後呢 開始天搖地動之後呢 大家趕快去找一些東西 找什麼呢 找千斤頂 因為聯長說這些老兵有沒有 帶著千斤頂 趕快出去 看看有沒有需要救援的民宅 他們才把這些千斤頂 全部都帶出去 帶出去之後呢 我們的軍方都很有勁 對 他們想說完蛋了 一去到地方的時候呢 他們說他們出去的時候 救災的第一棟樓 一看就知道他就是垮掉 然後呢 他看到有一層樓 他上去找的時候呢 附近問隔壁的鄰居 就說 欸 你們這個是兩層樓的嗎 他說不是 我們這個六層樓 然後呢 你站的地方就是六樓 所以一到五樓下去了 在地底下 對 在地底下 一到五樓下去了 然後呢 在整棟六層樓裡面呢 總共住了十一個人 兩老 兩小 然後呢 有七個人 結果呢 開始挖了之後呢 大概挖了十個 都是遺體 完全救不出來 然後呢 這個阿公才出現 因為阿公那時候人在外面 可是他說阿公那個表情 感覺上 欲哭無淚啊 然後呢 持續救援的時候呢 他知道 真的沒辦法 全部要動員起來 我們跟他講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他們是台灣 五十八炮 六一四營的兄弟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持續去找 他們說那時候 找到了很多 很多的一個遺體 他們說他們開挖了 兩百個人 大概只救出十個是活的 其他的都是遺體 所以他說 很多人在問他說 有沒有味道 當時你真的 只有感覺到 家屬的一個交集 他聞不到 任何的一個臭味 他就是想辦法去救 然後呢 救出來之後呢 其實 因為都沒有人嘛 他們就怎麼辦呢 自己把軍營的營帳 給拿出來 給一般的老百姓 然後呢 戰備的食糧都給他 他們就自己 連去吃了 一個月的戰備的口糧 然後才有剛剛 這一個 這個紀念幣 然後再加上三百塊 他們說當初的話 其實他們在走鳥 真的是蠻危險的 所以說我們的國軍 欸 現在經過一次一次的災難 對 一次一次也算是解列 我們才發展出這麼多 欸 最快速的救難設備 對 其實我們的國軍真的是非常辛苦 其實一路以來啊 除了921之外 賀博颱風 桃支颱風 小林村都是靠這些阿兵哥 因為只有他們有重機鋸 然後只有他們可以不停的挺進 其實那時候當兵的時候呢 我們就講過一句話 如果你真的真的 要去救災的話 就不要喊口 你就是一直挺進一直挺進 所以呢其實這都是血跟淚的代價 都是台灣一次一次的一個磨難 才讓他們的設備越來越精進 對的 我們都知道 中橫公路是什麼 是過去的榮民 甚至還有人講說 那是死刑犯 壁路藍綠 一鑽一橋的 拔給池弄出來 當時你看什麼 當時這個中橫公路就是這樣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的艱辛 當時的橋 根本就是這種簡易橋 當時最可怕的一個傳說是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敲 怎麼敲 每個人一個人 就吊了一個吊鎖 每個人吊了一個吊鎖 然後就是這樣 一個榮頭一個槌 一個榮頭一個槌 把這個路山壁給敲出來 可是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也是一個地震 這個地震讓很多人 直接掉到山谷底下 後來才有所在現在的長春池 而長春池這邊 有一個金橫的雕像 你說這個金橫的雕像 有一個神秘的傳說 還有長春池跟金英酒店 也有神秘的故事 對 沒錯 當時呢 那麼中部橫公路 因為美國的專家說 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才能夠把它給弄好嘛 結果我們偉大英勇的 這個等於說農民弟兄們 就跟剛剛看的一樣 用下槌的方式 然後緊接著著動 那個炸藥 一磚一瓦 這樣子打出來 這個所謂的中部橫觀公路 蔣經國那時候有好幾次 特別到中橫去嘛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中橫 因為這樣子在整個 新建這條公路的時候 造成兩百多個弟兄們 因為這樣殉職嘛 殉職了以後呢 那麼他們就 他們的英靈呢 那麼就侍奉在現在的 這個等於說 東西橫觀公路進去 就是這次 沙卡丹步道的 對面的長春池 就是在沙卡丹步道 對面的長春池 所以呢 你要進到這個 等於說長春池 要先進入一個隧道 叫做沙卡丹隧道 就是這一次 很有名的沙卡丹步道嘛 那麼 長春池就在 沙卡丹隧道旁邊 對 它裡面就是 供奉這兩百多位英勇的 建造這個 中橫的這個英靈啊 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 當時呢 那麼中橫河流工程處的 段長叫靖恒 靖恒他去視察 整個中橫的 相關的興建過程當中 花蓮發生了一個 至少震度超過五以上 因為當時的這個 等於地震測的 那個測證的 那個儀器呢 沒有像現在那麼精準 至少有五震度 五級以上的地震啊 結果大量的碎石掉下來 就在靖恒站的那個地方 那個石頭不僅砸中它 也砸破了它 做站的那個木橋 所以靖恒跟另外三名的工人呢 四個人一起掉到下面的 利物溪就這樣殉職了 那後來呢 那麼為了紀念它 因為靖恒它這個段長 它是兩百多個人裡面的 關階最高的 對 所以呢 後來為了紀念它 各位 在燕子口 燕子口非常漂亮的燕子口啊 那麼進去沒多久地方 有一個靖恒橋 然後跟靖恒公園 還有一個靖恒的銅像 就這個銅像 對 這個銅像下面 不是有個碑文嗎 對 這個碑文就是蔣經國 親自為了紀念靖恒所寫的 所以這個銅像 我告訴各位 還有一個秘密 是什麼秘密 這個銅像不是銅做的嗎 但每隔一段時間 只要花蓮發生地震 它銅像頭部的地方 就會留下很像那個銅鏽的東西 像血一樣的東西啊 這個就是靖恒同向的這個 等於說由來 就是被砸的位置嗎 就是它被砸的位置 因為它被砸到頭部以後 然後整個人掉下去 那個橋整個炸斷了 那個被石頭炸斷 你就知道那個威力有多大 那麼為什麼會講到靖恒呢 因為靖恒跟花蓮的 以前叫做天翔淨化酒店 就是這一次的天翔精英酒店 有一點淵源 還有託夢過 對 有淵源 為什麼呢 因為花蓮很多地震 但問題是燕子口 他們不是跟靖恒是這個 等於說200多位的工人 因為他關鍵最高嘛 他等於是一個領袖 他們這些英靈的領袖啊 結果呢 因為連續三次 包括地震 包括颱風等等啊 造成長春池受損 蠻嚴重的 它有一度都關閉啊 有一度都還不能進去啊 連靠近都沒辦法 結果 那麼其實在有一個強烈颱風 叫做龍王強烈颱風 這個故事是 精英酒店裡面的這個領導人 講出來我們才知道的 為什麼呢 原來那一次龍王颱風造成利物溪 就是這一次那個太魯閣這樣子 旁邊那個鬼虎神宮那條溪啊 利物溪 利物溪呢 那溪水暴漲 暴漲了以後呢 一度逼近這個當時的酒店的鍋爐區 那鍋爐如果 鍋爐如果被溪水這樣淹過去 壞掉又會爆炸 所以當時包括整個這個 包括台北京華酒店的老闆啊 董事長 包括大家都很緊張啊 想辦法 那沒有辦法 因為雨還是一直下嘛 結果呢 那麼董事長在把這件事情 很憂慮的事情 告訴他那高雄的姐姐 高雄的姐姐 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所以他想到怎麼辦呢 也沒有辦法了 那只有做一件事來幫忙 弟弟跟天祥精華 又做什麼事 他找他認識的 得到高升呢 就一直送經 一直送經 念了大概三個多小時 對不對 吸水慢慢退了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雨下很多 下到那時候 吸水就慢慢慢慢退了嘛 退了又很高興 聽祥精華 大家好高興啊 終於水退了 好 重點不在這兒 重點在當天晚上 這個姐姐 遇到有一位先生來託夢 託夢 對 這位先生是外省人 然後呢 留了一個頭髮對不對 留了一個這個頭髮呢 來這個 等於說夢裡面跟這個姐姐託夢說 今天今天這個吸水會退 是大家弟兄們的一點心意 他這樣講 他說是弟兄們的一點心意啊 大家一聽 那說會不會 會不會是兩百多位在長春池裡面 這些英勇殉職的一起幫忙就對了 幫忙讓他吸水沒有弄到飯店啊 他說能不能麻煩 就麻煩你跟你弟弟講一下 什麼意思什麼事呢 那麼能不能來照顧一下 我們這個長春池裡面這些弟兄們 就是說因為長久以來都沒有在這個 有沒有人去祭祀嘛 然後受損等等嘛 他說我們這些弟兄們喔 會繼續的來保護 包括這個天翔金黃酒店這樣子 那麻煩你們 就是啊 就這個逢年過節啦 或初一十五來拜一下整理一下 結果後來夢醒了 姐姐馬上打電話給他弟弟 跟他講這件事情啊 結果弟弟趕快一查 真的呢 長春池就因為經過了這個 等於說龍王颱風了以後 那麼龍王颱風之前 還有一些地震之前啊 其實正在整個長春池變得滿滿 思修了 絲修很那個嘛 所以他們後來 後來長春池裡面的照顧 後來我們看到了長春池 本來長春池那時候很破舊啊 後來他們就把它給整修 然後呢 整個初一十五的拜拜祭祀打掃 就有他們來負責 那麼你看這一次 這包括《靜英酒店》不是 員工分四車分散兩個地方 包括酒曲都 баг到哪裡嗎 然後 "-化险為夷啊 那么就有人讲说 会不会也是这些 包括近衡在内的这些 英勇的中衡迅难弟兄们 大家也在帮忙就对了 当然这就告诉我们 有时候五百五百比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在相关的灾难的 这个搜寻现场 真的有可能 这个等于说有一些 你不可思议的事 没办法解释 我讲一个玉山国家公园 真实的巡山园的故事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巡山园照理来讲 对路很熟对不对 失踪七天都找不到 失踪七天都找不到 然后请原住民 包括这些向导 包括这些 找找找找 早都找不到 但是家人去问神明 说还活着 但是赶快去找 赶快去救 所以后来去寝室了以后 你知道他们竟然 把神教给抬上了 这个玉山国家公园里面 就抬上了以后 没想到这个神教 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了以后 鸡铜上升 对着天空突然间 大家呛吓就对了 呛吓说 什么时候 限你 什么时候 如果不把人给交出来 我自己赶紧 讲完以后 旁边有个地方 树叶一直抖一直 找到人 奇怪 你会说那怎么可能 我是在讲漫画吗 不是各位 这纯属你自己去参考 为什么 因为在现场的玉山巡山园 他们这些救难人员 把事情写出来 十分钟后 就在树叶斗的那个地方 找到人 找到人 但是找到人 又已经七天的奄奄一息 他说 好奇怪 我看到你们经过好几次 我叫你们 你们都没有人理我 但是 这些救难人员 很肯定的说 他们之前经过的时候 真的都没有看到 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的巡山园 玉峰 当然除了花脸之外 现在很多人注意到 双北要进入了一个 大孤多登根时代 因为太多房子 太老旧的状况下 地震台北是一个盆地 摇一摇 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这次地震的时候 如果大家在楼层 比较高的地方 都可以感受到 真的是摇晃得非常的厉害 而且当我们看 讲完安还特别去看 你发现 台北的房子这么老旧 而且这个钢筋都已经裸露了 对 这就是这次地震之后 在中华路二端那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 应该是整栋大的建筑物里面 通天柱 你看在这边 不管是里面的钢筋 捆筋捆得也有没有 这个来讲 整个靠国里都已经吹起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撈啊 那不就没有去撑离了 对 这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房子没办法再大 所以大家想说 如果是台北市 真的遇到了大地震 会不会像墨西哥城一样 一个盆地的效应 摇一摇 大概就倒光了 所以说台北市 现在是从老房子 是碰到这次地震 钢筋都已经裸露了 甚至你的主粮 外面外层都剥落 外层剥落里面 你的钢筋还爆开 刚刚讲的 这个都剥落了 大家看到 这个墙 而且这个吧 这个是简历 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他已经失去 他结构的来讲的话 其实除了这几张照片之外 这一次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的话 很多的简历墙 都是呈现什么 X型 X型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已经摇到坏掉了 就像是莫星哥城一样 他很多东西 都变成X型 所以这个盆地效应 如果出来的话 大家都想 台北市到底要倒 多少栋的一个房子 而且大家现在担心的是 现在后面有一个 所谓的百年地震的周期 已经到来了 因为这次你只有花 不是只有花莲的地震 7.2期 刚刚讲 在印尼居然有一个 深度只有9.1公里的 6.0的一个地震 现在日本也有发生了 所谓的浅层地震 怎么台湾周边的国家都在动 对 在花莲的地震之后 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地震 现在来讲的话 最新的状况就是印尼 印尼这边的话 发生这是规模6 规模6 而且它的震度 它的震样非常的少 非常浅 现在只有9公里 除了印尼之外 我们隔壁的日本 也在8日的上午 九州也在震 也在震 一个是规模5.2 然后呢 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各处都感受到 大家就想到一个很可怕 日本人最怕 而且这边有一个什么 南海的一个海潮 而且韩海潮 在这个地方 其实一路震下来的话 就会影响到台湾 最可怕的是说 南海潮 有记忆以来的话 你看1111下来 其实已经将近百年 南海海潮没有发生大地震了 如果南海海潮 在这个时段 发生大地震的话 不只是台湾 日本他们也怕 如果真的发生 南海海潮的大地震的话 那个规模是9以上 规模9以上的话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说日本 日本就会消失了 因为那边有一个 马里纳海沟 如果这样震下去的话 其实日本整个岛 就会出现灭岛 你说日本人的动漫 很多的这个小说里面讲 日本沉默 对 日本沉默就在讲这件事 对 他们一个集体焦虑 就是说 如果真的南海海潮 发生大地震 震下去之后呢 日本沉默到 马里亚海沟的话 这个就是他们的 集体焦虑 我们刚才讲的那件事 921大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写回忆录 写回忆录的时候 在部队里面 有些人调皮倒带 有些人这个 所谓掉了铃铛 可是你碰到灾难的时候 每个人都把皮绷紧了 而且完全按部就掰 他说完全符合 台湾人的这种性格 台湾人平常看起来 吊朗朗 可是碰到了天灾的时候 马上就就定位了 台湾人本身 有一个良善的一个个性 他彼此会互相帮忙 尤其碰到 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 尤其在我们 我们台湾在这个战后 发生最大的第一次灾难 就是921地震 921地震是1999年的 9月21号 当时台湾还正在选举 你记不记得 但是你应该还在线上当记者 那时候我也在 环球电视台当董事长 那时候我也负责新闻 也部分新闻的工作了 在921地震当天晚上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收棚了嘛 那时候大概是1点47分的地震 都一开始就准备出去吃宵夜了 突然一开始震起来的时候 就自动 全部自动 我还没有打电话给任何同仁 所以所有的新闻的主管 全部回来了 全部自动回到棚内 回到就通通集中在这个副控室里面 对 全部在看到底什么情况 没有要求 所有人马上回到公司 通通都回来 当时我们的新闻部经理是李永平小姐 他就通通自动回来 总经理是杨宪宏先生 所以全部都自动定位 自动定位之后 就一直看到怎么在 全部挤在一个小小的副控室里面 我们看整个状况 因为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什么情况 最后第一个知道地震的讯息 从外电上看起来是新报道台湾地震 谁发言你知道吗 谁发言 克林顿发言 在地震之后大概十分钟左右 美国总统克林顿从白宫发言 宣布这个台湾有非常重大的地震 有极大的灾难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处理危机的传统跟力量 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我觉得第一时间的决策 在晚上那时候李登辉总统做一个决定 动用部队 动用部队这个权力 只有中华民国总统有这个权力 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 他不愿意动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就看大陆很多震灾 看到军人在那边救灾 那是作秀 那台湾是第一次动用部队下去 全部部队开始下去 军队全部动员了 当天 那当天还有 后来我们现在事后董国际政治 第一个想到老公会不会这时候来 对 老公这时候如果来 老公来犯台的话 那时候台湾就脆弱不堪 所以为什么 后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有美军的一个一台713栋飞机 来到台湾来救援 对 救援只是做了一个在松山机场 做了一个landing的动作 你有没有印象 对 landing的时候丢了一捆 什么什么旧弹的什么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我印象中这个画面 就是栩栩如生 记得就是看那个 因为我从来没有美军的飞机 我们停一下非常缓慢的移动 然后把舱门打开东西丢下来 然后马上就起飞 连停都没有停下来 那个动作现在我们事后 我现在懂对国际政治更了解是 哦 那个是一个宣誓动作 他是他是因为我是救援 所以我的美国空军 美军来了 军机可以停留可以到 可以在台湾的机场降落 那个现在已经不稀奇了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美军军人军机经常来啊 或是我们变成已经是台湾的这个军用机场 或是民军用机场已经是美军第七舰队 是太平洋亚太司令部的备员 备员基地的备员备员机场 现在当时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所谓台美和中美断交很多年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情 整个台湾变成陷入一个非常紧张的救援的一个阶段 那后来很短时间之内 我就带了几组记者亲自到南投 我在南投住大概一个一两个礼拜时间 因为我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后来我没有离开南投 我发现如果有记者去报道 不管我们是个小电视台 然后官员就会到 就是救援 他是跟着媒体走 因为他不知道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也不知道是哪里有伤害 所以变成说媒体如果到达现场的时候 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欢迎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黄指交摄入 失望越来越不能忍受 因为你刚刚讲的 里面的影片刚刚有强暴的 有引诱的 非常的不堪 特别还有很多是未成年的 你今天居然就看这种已经是犯罪的影片 你不得了了 你就来看未成年的影片 整个社会炸锅了 可是今天更夸张的是 那我们政府有查吗 好像查了 可是还有人还在继续买 是还在继续买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被人家发现 事实上那个创意私房 他的网址之前被盖掉了 他就另寻另外一个网址 然后重新开张 他又重新来了 重新开张 然后现在有网友 比较会去查那个区块链的 然后就发现货币 他说其实他们现在新的那个网址 到现在4月8号 还有人在储值相关货币 所以换句话说 还有人想买 还有人想买 然后生意新融 本来从去年4800人 起诉的时候 4800人会员 昨天我们不是说吗 他会员数已经突破5400人 真的是让人家令人发指 台湾竟然有这么多 怎么会去看那样子的一个性犯罪影片 你知道吗 现在包括当时揭发这个新闻 很勇敢的女性 以及是静周刊的记者 现在有出面去讲这个整个过程 其中那个静周刊记者 去读了 就是去转述 有一个受害者 他说他为什么会去潜伏在里面数个月 他说因为有人告知他之后 他觉得实在太可怕 他跟另外一个受害者 两个潜伏在里面数个月 他说他竟然有看到疑似 5岁以下的小朋友 被这样子的一个性犯罪 然后他说他边看边抖 这也就太恶心了吧 他说他边看边抖 而且他觉得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是在里面的人 竟然每个人像讨论商品一样 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变态 而且是完全是犯罪行为 所以 据像吴东讲的 这很多根本就是衣冠禽兽 刚刚讲的有的是前法官的儿子 有的是警察 有的是小学老师 就你们还敢干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那女生讲了一句话 其实我看得很难过 她说她就在那边几个月搜证 看自己的影片 不断地在那边贩卖 不断地流传 她要忍住那些愤怒 而且她就很难过一件事情是 她连我住哪里什么什么 全部都揭露出来 然后她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我们受害者要这样被赤裸裸 全部都公开贩售 但这些一关禽兽 到现在还躲在黑暗里面 到现在还没有露出 到现在主谋老马 还不知道人在哪里 所以她也很质疑 我们到底整个台湾的一个 司法检调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办法追溯 还有一个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 到现在五千四百名会员 他们是犯罪者 如果不是你们购买的话 这些网站怎么会这样一直移下去 而且你看到这个我们的检查单位 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黄子焦居然给她还起诉 还起诉 因为她就用单纯的认为她持有 但是就算是她持有的性犯罪影片 然后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些网友就上网 就说事实上黄子焦是所谓的高级会员 这种高级会员 不一定是你用钱就可以进入的 所以其实我们再度回到 现在国民党民进党或是民众党 这些都说要支持修法 但从第一步开始 公布这些所有会员资料 公布 完全无所遁形